大家好,欢迎来来美食菜味 一次性手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我们经常会用到它 比如吃小龙虾,炸鸡汉堡,腰脖等食物的时候呢 都需要用到一次性手套 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自己的手被弄脏了 而且多人使用的话,也相对的卫生一些 但是女物没有这样的困扰 手套不合手的话,没戴一会儿呢总是容易滑落出来 手指套越拖越长,不管是做教务还是正在吃东西 都要边吃边整理 过程不顺畅,真的是特别影响心情 别着急,今天帮您轻松地解决这些麻烦事 平常我们接触最多的 也就是这种最普通的聚乙细材质的一次性手套 是很方便,是很好用 但就是这种手套太过于宽松 不管是手掌还是手腕部位 特别是手腕部位 将手腕处设计的宽大一些 虽然这样能使用的范围会更广泛一些 能更好的售卖 但缺点就是过于松大 所以首先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好处就在于 聚乙细的这种材质有一定的伸缩性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一个特性了 来简单的改造一下 我们将手套脱下来 然后两只手分别拿住手掌部位和手腕部位 然后两只手反方向使劲拉伸一下 当我们松开手后能够更明显的看到 留下了拉伸的痕迹了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将两只手套对比 大家看一下 我们拉伸过的手套手腕的这个部位 明显的扎了一半 现在我们将手套戴上来 大家再看 就看得更明显了 手套手腕的部位呢 更加的贴合我们的手腕了 这样不管是我们包小龙虾 还是有面呢 都不用担心手套会往外脱落了 我们这样小小的改造了一下之后 不仅手套更加的贴合我们的手腕 而且大家看到没 手套更加的长了一点 对于我们的保护 也就更周全一些 也就不用担心自己的手呢 会被弄脏了 这样对比大家看到 是不是就更明了了 以前是这样的 轻轻一拉 手套就脱落了 看看 现在我脱下来都很费力呢 以后大家戴手套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先拽一拽再戴手套 也就是顺手的事 但确实我们的手套呢 更加的好用了 接下来教大家第二个小技巧 不管男性朋友女性朋友 戴上手套了之后 是不是都会发现 手指尖触呢 手套会伸出来一截 而且有骨包 那是因为里面有空气 就是因为里面有空气 所以呢手套它不会贴合我们的手指 反而有一定的间隙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 手套呢就会很容易的往外脱落 这时我们就可以把空气挤掉 往指先反方向拉扯一下手套 把空气排掉以后呢 手套自然就不容易脱落了 除了手指部位 手腕部位呢我们也要稍作整理 我们把手腕部位呢往外拉扯开 让其他部位贴合我们的手腕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啾啾拧一拧 拧成一股绳头的样子 就相当于把手腕空出来的部分呢 给收紧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小啾啾呢 给它塞到手套的内部 将它固定起来 这样一顿操作下来 手套就完全的贴合我们的整个手掌了 这样不管是我们戴上手套做什么 也不用担心手套会脱落下来了 一次性手套确实很实用 很多商家服务呢也很到位 顾客只要买吃时 就会主动赠送一次性手套 商家的这种贴心服务 让食客可以随时随地的吃零食 吃完零食把手套一扔 双手还干干净净 但是学会更合适的佩戴方法 不是更省心嘛 再也不用一边吃东西 一边去整理手套了 心情都会顺畅很多呢 您不妨也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瑶瑶 我们下期再见了